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6月26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约有六成的美国人计划 观看27号在佐治亚州登场的首场总统辩论 并认为这场辩论很重要 另外特朗普称拜登靠服药物保持体力 并愿意在辩论前后接受药检 遭拜登方面批评其在散播谣言 据美联社联合NORA公共事务中心 在本周末针对全美范围内的 1000名成年人的民调查 约有60%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 观看总统辩论的直播或片段 或在新闻或社交媒体上阅读或收听 有关于候选人表现的评论 民调显示尽管周四的辩论 较以往的竞选季来得异常的早 数以千万几的美国人 可能至少会看到或听到部分的辩论的内容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认为 这场辩论是对于其候选人的 一次重大的考验 有47%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 这场辩论对拜登的竞选成功 极为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 而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 约为40% 目前各方的焦点包括 出席周四辩论的名单当中 特朗普已选定的副手人选是谁 根据国会商报的报道 鉴于拜登在国情咨文 长达一个多小时不俗的表现 特朗普与盟友多次声称 拜登在辩论前一定服用药物 以维持体力 曾在特朗普任内担任白宫医生的 捷克森 早前致喊拜登和拜登的医生 要求拜登在电视辩论的前后 要立即接受药物检查 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愿意做检测 而拜登进行团队发言人则称 特朗普是在散播谣言 大号卫视 杨本郡里站清 洛杉矶报道 捷运南湾硅谷延长县第二期的建设 正处于等待联邦资金的关键时刻 地方官员就表示 如果资金不到位 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工程 本月中刚刚破土洞工的 捷运延长县第二期工程 共有四站 包括圣和赛二十八街站 市中心站 德龙站 以及圣克拉拉市站 由于之前东湾到南湾 三站延长县开通延误等原因 工期已经一拖再拖 四站完工从原本的2026年 拖到2037年 成本也从44亿美元 飙升到了127亿5000万美元 地方官员表示 如果不想再拖延工期 必须拿到超过6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捷运二期延长县 是圣克拉拉县目前最大的 单一公共基础设施工程 预计会为当地带来 75000个工作机会 工会组织也很关注 资金能否及时到位 颜长县县市站一旦建成 不仅大大方便了硅谷高科技等行业员工 还有圣和赛周大等学校的学子们 我们已经提升了很多钱 我们已经提升了多大方便 我们需要政府的政府 预计会把这75000 工程都进行 我们的社会 这是我们的孩子们 将来到学校的选择 他们将能够住在家里 方航卫视刘海平 顺克拉拉先报道 加拿大政府就宣布 7月2号起将就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潜在关税 进行30天的咨询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雷兰就表示 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 将采取措施保护加拿大电动车供应链及工人 免受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 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百分百关税后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就呼吁加拿大政府 效仿美国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百分百或更高的关税 并警告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 加拿大的就业机会将面临风险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雷兰就表示 中国电动车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并正在向全球市场销售 使用非常有问题的标准生产的廉价电动车 削弱了加拿大在全球电动汽车业中的竞争潜力 下月7月2日开始的30天咨询将征求有关应对措施的意见 包括关税第53条规定的附加税以及额外措施 并会征求有关保护国民隐私和国家安全利益的网络和资料安全的意见 目前从中国进口到加拿大的电动车 只有特斯拉在上海制造的电动车 但中国是电动车电池及电池组件的主要来源 过去四年 加拿大在相关领域也做了大量投资 凤凰卫视 祖客亲 苏惠文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布列丁哥伦比亚省政府和加拿大太平洋沿岸17个原住民部落 共同就宣布将总共投资3.35亿加元 将加拿大西海岸布列丁哥伦比亚省中部沿海地区的大雄雨林保护区 再扩大14000平方公里 布列丁哥伦比亚省中北部的大雄雨林自然保护区 拥有太平洋西北沿岸罕见的韩温带雨林生态系统 生物品种丰富多样 并且是世界上最为珍惜的熊类品种白绫熊的唯一栖息地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专程到温哥华与布列丁哥伦比亚省政府 和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17个原住民部族一起 将大雄雨林保护区面积扩大14000平方公里 这次扩大大雄雨林自然保护区将耗资3.35亿加元 其中加拿大联邦政府拨款2亿加元 布列丁哥伦比亚省政府拨款6000万元 另外7500万元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 布列丁哥伦比亚省政府表示 这次联邦和省政府与当地原住民部族 是建设保护区的平等伙伴 原住民将在扩大后的保护区未来保育中发挥主要作用 当地原住民部族表示 这将为原住民带来经济 环境和文化保存的多重好处 并确保大雄雨林原始生态得以永续 我们当地人生态得以永维 为我们在美国的组织 在美国的组织 凤凰卫视 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先来看今天的综合快讯 据当地官员称 严重风暴和洪水袭击中西部地区 至少造成两人死亡 明尼粗达州南部一座建于 20世纪初的大坝面临溃坝的危险 当局表示 鉴于大坝整体结构仍完好 暂无大规模疏散计划 拉皮丹大坝位于明尼苏达州南部 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西南147公里 受暴雨引发的洪水影响 大坝西侧的部分结构被冲垮 洪水携带的杂物及碎石 已将大坝闸门中央位置堵塞 资料显示 大坝迄今已有至少114年历史 当局表示 如需修复或重建 不仅耗资巨大 工期也将需要4至10年 明尼粗达州过去数周以来 降雨量一度高达457毫米 引发的洪水已影响当地约40个县 其中部分县已进入紧急状态 周二晚 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 发生枪击事件 5人死亡 一名未成年人受重伤 凶手25号自杀身亡 当地警方表示 几名受害人都居住在 北拉斯维加斯市的一座公寓群内 5人受枪击当场死亡 一名13岁女孩受重伤送医 目前情况危机 警方当晚连夜搜寻嫌疑人 57岁的亚当斯并发出危险警告 警方在周二上午发现 嫌疑人持枪闯入一户人家后院 双方交锋时 亚当斯拒绝放下武器 随后刺杀身亡 这起枪击案的动机尚不明确 警方称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州长办公室周三宣布 自今年1月以来 加州已查获近700万片 含有芬太尼的药片 包括在南部边境的入境口岸 所查获的毒品 据称仅在5月份 加州国民警卫队禁毒工作组 就查获了100多万片 芬太尼药片 和约986磅的芬太尼粉末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将继续加大扫毒工作 追究毒贩的责任 并扩大获取解药渠道 近期州长纽森增加了 一倍以上的 加州国民警卫队军人部署 以打击芬太尼走私活动 该工作组专门负责收集信息 以切断非法毒品贩运 联邦政府本月还宣布 将对芬太尼、可卡因 和甲基·本炳安 带入美国的贩毒集团 实施制裁 周三 自纽维州州长霍楚尔 暂停备受争议的 拥堵收费计划以来 交通管理局董事会 首次召开全体会议 拥堵收费计划 预计将为MTA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资金将用于 小型和大型维修和项目 但暂停该收费计划 给机构的预算 留下了数十亿美元的缺口 165亿美元的项目 因暂停而被推迟 官员们正在根据资本计划 重新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 将推进高优先级项目 包括地铁、公交车 和铁路安全运营的维修工作 董事会周一举行了委员会会议 许多人表示担心 如果没有这笔资金 他们甚至无法跟上日常的维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全新消息 据中国冒促会介绍 第17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将于2024年底在尼加拉瓜举办 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坎贝尔 26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高峰会加强了中拉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让彼此更加信任 同时坎贝尔还希望在未来 能看到中国国产大型飞机C919 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飞行 中国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双边贸易额超2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7.4% 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驻华使团团长 乌拉规驻华大使卢格里斯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 也需要更多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此外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11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 将设置先进制造链 清洁能源链 智能汽车链等六大展区 并将围绕这些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举办专题论坛和招商对接等配套活动 台湾新冠确诊病例快速上升 官方粗略统计 全台单州确诊人数突破4万人 台湾疾管署发出警示 目前正处于第六波奥密克戎病毒流行期 预估7月中旬会进入高峰 新冠确诊人数急剧上升 不过有医生抱怨台湾部分抗病毒药物疑似备货不足 导致无法开药给病患 就连点滴食盐水等输液都传出缺货 而最让医生担忧的是这波疫情不只有新冠 还有流感和肠病毒 多重传染让诊断治疗更加复杂 医生提醒如果有发烧 咳嗽 呕吐等症状 应先用快筛试剂检测并且尽速就医 而台湾疾管署对于缺药的质疑 强调相关药品都仍有存货 但为了因应加剧的疫情会增加采购 最快7月初就可以发送到各医疗诊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还有财经发布的消息 不要走开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姐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